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坦白穿多少码的裤子 我穿应该是28码了 对 搜王俊凯想说相公微博 对于看王俊凯的下楼梯速度我几乎可以认为他是AI了 可能你还不了解我的真正实力 对于高能少年团一起玩游戏带坏了小凯的说法 对于王俊凯是被演艺事业耽搁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是什么运动员 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综合类似的 可以去干这个也可以去玩那个没有特别突出的一项运动 跳远就中考那时候玩 三六还是两米三 反正差一分满分 对于王一玩游戏就认真一言不合就凶人王俊凯称好 我表示拒绝 玩游戏就娱乐嘛 反正大家就一块拍就好了 只要玩开心就好了 所以如何回应王俊凯下面微博 王俊凯跟Jasper一样是被大帝偏爱的孩子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 万一走滑了也会摔倒对不对 只不定那天你们也摔倒了 下一个 王俊凯假如是女孩一定是佛性女孩 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讨论些 因为毕竟我是个男的不可能认为女孩对不对 王俊凯是重庆男孩一定是啪耳朵 这个我觉得再说完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王俊凯进了北电以后并不突出 对啊 因为大家都是普通学生嘛 在学校也是上课上课 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也没什么突不突出的 大家都是认真学习的好孩子 为了自己的梦想 去迈出自己的那一步 我觉得很开心 所有王俊凯打粉丝分相关于果 LOVE郭郭 如果有女生追怎么拒绝 就我还小嘛 他还小对不对 再说 西小里鸭 对高三学生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 因为高三的嘛 也比较重要 也比较紧张的一个时段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保持好的心 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自己当时考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 但是你紧张可以 但是你不要过度紧张 适度的紧张 我觉得是可以帮助你的 一旦过度紧张 你就一定会有不好的一些发挥 小芝的微博名称 作为处女座 挤牙膏会不会强迫症 一定要从下面 往上挤 没有没有 我觉得挤牙膏就是 挤完了反正你也看不到它 只有刚买回来的牙膏就是 它那个形状是特别的舒适的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挤了 就会妈妈把它给它捏回去 但是你挤多了 自然就会扁下去 没有必要再从下往上挤 对 我的热搜撕完了 你有更了解我吗 更多精彩请关注微博 乐于video 微信搜索新人党娱乐